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场地 让大家感觉到 它是一个大家共同欢聚的状态 音乐公园的这个环境来做闭幕式 一线想象可以无限大 主体呈现场中实际上接触了很多科技的手段 实际上一直是脑洞大开的状态 露天给了我们一个把情绪释放出来的这么一个空间 大家可以把我们这场闭幕式想象成一个音乐节 成都是一个最大的关键词 我们想创作一个很成都的闭幕式 成都的市民 大学生是在外场 一直参与到我们内场的表演当中 也就是他们的情绪 能够跟我们现场的情绪互动 我们一直在紧紧地围绕着一场直播 展开的贯穿着人物 他叫追梦青年 他从仙导片带所有的观众进行了一个维护 他的镜头就是他的眼睛 带我们看到了闭幕式的点点滴滴 大型开兵幕式上第一次使用特别创新的一组激光乐器 全是用激光触发的 就是非常炫酷 我们组建了一支非常神奇的打击乐团 人数有20多人 他们就是全部是敲打各种体育器械 把我们的三大球做成一组排骨 来敲篮球大象篮板的声音 拳击手套碰撞的声音 很多的流行元素的设计 整体音乐团有趣的性质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跳舞的 我们制作了一个带折角关系的 左眼立体的演艺空间 主角是我们的龙宝 给龙宝设计了三组不同的形象 分别是一个有轻易纹路的 说唱了很爱的龙宝形象 一个是戴着桃类的小帽子的 最后一个是戴着一个参学朋克的头盔 来到了未来的地方 每一个画面几乎都经历了上百次的屏幕矫正 重组了我们的影像之后 闭幕式的烟火的主题叫做青春的旋律 整体的节奏更轻松更软快一点 颜色的色调上会以白色 应该更纯洁的一个颜色为主导 剧火的仪式的话 其实在中间是做了一个创意上的嫁接 当盛火慢慢熄灭 十二道太阳的金马 汇聚到舞台的中心 形成一个鸽子花 如果说台幕式的话 整体是阳光 闭幕式它就是一个特别的期待 我们闭幕式的主题就是 欢聚告别 它是全球青年大学 间的一次大的欢聚 它一定是内心的快乐 我们也希望大家 能够在告别的那一刻 能够记住成都 记住中国